今天我們有一宗暫時未找到源頭的個案 個案編號是11434 它是涉及一名38歲的女士 是一位日本籍的女士 她本身的工作是一間航空公司的空中服務員 但由於她在去年11月之後 已經再沒有上班了 她一直都居住在香港 她是住在銅鑼灣禮頓道 62至64號禮賢大廈 這座大廈今天會列為 需要強制檢測的大廈之一 跟她住同一個單位 其他的住戶 我們都會送入檢疫中心 這位病人她在3月18日 就出現一些輕微的病症 喉嚨痛 過了兩天之後 就出現失去美國的症狀 她在3月22日 因為要前往機場的機鐵 去辦理一些百達通的事宜 她就順便在機場的診所求診 醫生亦都建議去做測試 她就在3月24日 在社區檢測中心 拿的樣本就呈陽性 我們做能病調查都發現 她在傳染期和潛伏期 曾經多次去過北角 和庫中心的高24的健身中心 高24 包括在3月11日 12日 13日 17日 18日 19日和23日都去過 她前往這個健身室的時候 她也是有戴口罩的 她主要去這個健身中心 就是參加一些上課 上課 是一些Pilatis的班 也參加過瑜伽班 以及做一些器械健身運動 我們就著這個個案 由於她在潛伏期和傳染期 都曾經去過這個健身中心 我們都建議這個健身中心 是關閉14天的 暫時我們的流行病學調查 發現大概有20位的人士 是曾經和這個個案 一起上課 另外也有四名導師 跟她一起上課 雖然大家都有口罩 但可能做運動的時候 風險比較高 我們都將這20多位人士 列為密切接觸者 送去檢疫中心 接受檢疫 我們都建議其餘的員工去做個測試